鸡肉 大家好 我是吃饱了又很踏实的三点子 夏天已经过了 要准备点脂肪过冬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超级下饭的豆干回锅肉 来 帮皮一下一下 不要用手盛到锅里面烫哈 大概烫起不了哦 其实买肉的时候一般老板会给它烧啊 我是因为给大家展示啊 比如说我那么良心的猪不 拿去走哎呀 好 烫起来都差不多了 还有这个汤还一个是去除猪毛味 还有一个还就是去除猪毛 然后用刀子把它挂干净 锅里面烧水 凉水下猪肉 老姜 葱段 花椒 足以皮不能炒下 不能要粘锅 最开过后小火给它煮25分钟 有骨膜给它打扰啊 这那个汤我们捞出来有用 小饼膏 你看嘛吃嘛 你喜欢吃一层吃 我们重庆人喜欢吃饼饼 而来你想嫁到白黄去啊 嗯 白黄黄去天天吃面 天天都会吃饼饼 洗手把这个 洗了呀 还给你洗这个 还来弄来感觉 这个面还多香 这个面还多香 把肉捞出来 今天那个肉稍微有点点不好啊 可能有点分成 但是不影响味道 蒸下的肉汤不要搭啊 那里煮苹果汤 安逸得很 有肉香味 你们看不看这个青龙啊 看他们这个是 这个叫顺纹 不要才能开切啊 很切 才能开切 这个面有点水 哈哈 哈哈哈哈 原形豆干很甜啊 原形豆干很甜啊 顺便配一下 切到切成暖 锅里面烧水放在撈抽 下豆干 把豆干擦到水 地上的豆干吃起来更劲道 而且呢还不容易烂 炒回锅肉之前一定要把锅制炒啊 炒回锅肉之前一定要把锅制炒啊 多炒两片 再把它粘锅 锅里面留点铁油下肉 你看吧 炒起来这个肉怎么会粘锅嘛 想慢慢地炒 把肉里面的肥油熬出来 今天买这个猪是个本地猪啊 油特别多 会咬点油出来下面 就像那种捐气了 我们就可以下豆瓣 豆瓣 放豆瓣和豆瓣在一边炒香 这个时候再放几个杯 把肉炒匀 这个时候如果大家豆瓣不是也好的话 可以放点酱油啊 下豆干 炒一下炒出豆干的香味 下蒜苗和小米辣 不喜欢炒鸡的朋友也可以不放小米辣 主要是擦水 然后再放一个鸡精味精 不喜欢的朋友也可以不放 翻炒鸡精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来喽回锅肉上菜 来苹果汤 好嘞 剩瘦了 嗯 还吃肥的好吃 哎呦 回锅肉的味道如何 快哟 好吧 豆瓣好汤 好汤都炊了 炊 还烫不烫吗 我要 吃个豆干 咱们给你弄了一个不辣的 嘿嘎嘎 回锅肉嘎嘎 来 嗯 好幸福的感觉啊 爸爸 还要吃蘑菇 还要吃蘑菇 还要吃蘑菇的 碗头油的吗 嗯 来来 碗头油来来 好 嗯 要吃蘑菇的 好 好吃 我给你弄了 在这里吃蘑菇的 要吃蘑菇的 你不懂 要吃蘑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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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回个人吧 还是要吃手 飞一点 手里适中时期的卡牙吧 卡牙吧 你看我们两个你看你都想在过冬 我这个还是过夏天啊 从今天这个天气还都是这种 跟你一起玩玩这个丑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 和丑的一样 要说回个肉争我心不中你下饭的地位啊 仅是鱼 肉末刚在那儿小炒肉 鱼香肉丝 泡椒腰花 泡椒猪肝 干腰活潮等等等等 咱们等之后啊 嘿嘿嘿 咱们先忙结尾了慢慢吃啊 吃饱了 吃饱了 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往这边就要往这边 不然没礼貌啊 对好吧